Hello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奔驰GOS 宝马X7 奥迪Q8挑战60度斜坡 三辆车都属于各自品牌里面 属于金字塔顶端的车型了 首先第一个出场就是颜值逆天的奥迪Q8 奥迪Q8采用的是4缸245马力发动机 最大扭矩可达370牛米 用跨数来对付这个斜坡 绝对是一场好戏 准备开始 起步发生了一些轻微打滑 奥迪的市区虽然很强 但是这次发动机只有4缸 就怕动力不够啊 从目前来看速度还是稳步上升的 没有出现打滑 速度有点慢下来了 保持住啊 一旦停止就很难再启动了 加油 HOLIGAY 虽然只有4缸 但是还是很完美的赢得了这次比赛 奥迪的市区看来是很强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宝马X7 这辆宝马也是市区 不过这辆宝马启用的是6缸340马力发动机 最大扭矩450牛米 各项参数都要高于奥迪 车上也比奥迪更大更重 果然 奥迪的动力更加的充沛 直接一口气上了大半个雪坡 这个动力是相当的牛啊 没有打滑也没有降速 保持的非常稳定 挑战成功 一辆大型SUV这个表现确实厉害 这次还是要展示个叉车性能吗 接下来就是Benz GLS了 Benz才用的是8缸550马力 760牛米的发动机 真正比奥迪高出了两倍还多 看来这是一辆详细大马力的设计 马力大 满转动的上天 感觉这三辆车当中最好看来就是奥迪了 你们觉得呢 我去Benz这个轮胎是真的宽啊 大马力加大宽胎 想打滑都难 这个雪坡看起来毫无压力似的 OK 挑战成功 这次也是要来展示个特殊节目吗 哎呦 差点翻车了 最后我们要看一下三辆车的加速表现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车 欢迎在视频下留言 本期视频成属于乐 请问单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访问我们下期再见